驾驶从基隆大约隧道出来,准备往西岸高架上行驶,突然一面出现一辆逆色银色轿车,驾驶根本来不及反应,直接撞上。 两车撞击,力道之大,轿车气囊整个爆开来,被撞驾驶,行车记录器都翻滚好几圈。 事发在上周六下午,基隆西岸高架桥上,两轿车高速撞击,车头几乎全毁,汽车零件散落一地。 根据警方调查,富尔描述,他是依照导航开上去的。 据那个逆向行驶的何姓富人说,他是因为太相信导航给他指引的道路,以至于他逆向上了我们的西岸高架桥,要到那个上国道,跟我们流行驾驶人发生车祸。 这么一状损失不清,而根据汽车精品业者提醒,导航只是辅助,开车上路还是要遵守路标和告示牌。 微星导航它是一个辅助性的商品,那是大家在不知道路况的时候,辅助导航,那如果说大家依照路况的时候,还是要依照实际的状况去做判断,交通号制还是一定要看,它是一个辅助性的商品,那才能保障大家的行程安全。 两车对撞,造成车辆严重受损,还好没有闹出人命,只是在看一次画面,这样开车连闪都闪不掉,真的让人吓破胆。 记者黄绍明,金融报导。